本首席宣布,丹麦首类继续开始。 强腔便出现在手,阴侧侧地指向木木义。 你这个背叛师门的叛徒,今日我要让你这个贱人知道背叛师门的下场。 驴师兄,杀了他。 受回一脉弟子搅笑声一片。 放心,我驴某杀他,已如反掌,拿命来。 吕克登时激发血脉,紧接着一股股浑厚若莽的灵力盘绕周身,进入最强战斗姿态。 显然他不像嘴里说的,觉得杀木木义一如反掌。 云枪绝杀! 吕克施展最强实力,双脚踏地跃起板杖,乌黑长枪在手,以玄奥轨迹迅迅击旋转之间。 一杆杆长达三杖的枪影便在虚空中凝聚。 呼吸功夫,他的脚下便凝聚出数百杆猫影来。 杀! 吕克大吼一声,无数猫影带着刺破空气的呼啸声,朝百杖下方的木木翼铺天盖地暴舍而去。 紧接着变幻突生,有上百杆枪影迅击化成一杆长达十杖的巨大乌黑长枪,指刺木木义的头颅。 而其他枪影则划出一道道弧线,从四面八方笼罩向木木义。 吕克亦是手持长枪,面目猙獰地俯冲而下。 在他看来,木木义在自己最强的一招云枪绝杀之下,不死也得重伤,然后他再亲手灭了木木义。 众人视线之中,木木义亦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很多人认为木木义亦是凶多吉少。 同时,众人也想瞧瞧,木木义究竟能如何抵挡。 此刻木木义像是吓傻了一样, 依旧驻足卧龙台中央。 正当数百杆乌黑枪营即将射中他之时,他终于动了。 但仅仅只是动了双手,双脚却是温丝不动。 涅槃圣经,混元圣木。 木木以心念之间,左手自胸前闪电般炫舞, 等时一股浩瀚的力量自他周身迅疾凝聚。 一团直径十杖的混元圣木, 宛若一个透明的球体将他笼罩其中。 当四面八方射来的枪影刺在混元圣木上的瞬间, 便像是一块块冰锥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摆着阵阵轰鸣之声迅速消散无踪。 而这时,虚空中垂直暴射下的十杖枪影, 陡然刺在木木义头顶上方的混元圣木之上。 清晰可见,光武微微微凹下, 但也仅仅只是凹下了半寸而已。 碰的一声,巨大枪影溃散于无形。 木木义,无论你的防御多强, 你还是得死。 吕克目露凶光, 双手紧握长枪, 朝着木木义头顶光幕刺了下来。 就在长枪即将刺中光幕的瞬间, 木木义的左手忽然朝上空猛然推了出来。 混元木杀! 杀时间,十杖的混元圣木, 犹若一轮透明脚跃急速膨胀, 在空间剧烈震产之中爆裂开来。 紧接着,混元圣木化作一簇碎裂的光幕 冲天而起,将吕克吞噬其中。 绝望惊恐之声响彻疯癫, 吕克化作片片碎肉, 朝木木义洒落下来。 随着木木义体内爆发一股气势, 还不但血肉临身便已经被它震飞。 雨楼上, 手魂倒着一愣, 木木义方才所施展的功法, 别说教木木义, 他连剑都没剑过。 这是何等功法? 本首席怎么从未见过? 不止是他, 所有人都对木木义方才施展的功法感到极为陌生。 在陌生的同时, 还不能确定木木义功法究竟是强还是弱。 行家已出手便知有没有, 澹台玄仲望着木木义, 瞳孔骂骆, 瞳孔骆然一缩。 这丫头, 仅仅一个护起光幕, 不仅阻挡住了攻击, 还将同级别对手击杀, 看来他修炼的功法大有来头啊。 当众人思考木木义究竟修炼何种功法之时, 谭云望着木木义, 心眸中流露出深深的赞许之色。 看来梦义已经将涅槃圣经第一卷大成三景, 修炼到炉火纯青了, 否则他施展涅槃圣木, 还不足以击杀同级别对手。 木木义,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徒, 受死! 一道声音打断了谭云的思路, 谭云寻声望去, 便见队伍最前的一名受魂一脉女弟子 纵身跃上卧龙台, 方一上台并化作道道残影, 持剑杀向木木义。 冷力的剑芒犹如一条毒蛇贯穿低空, 闪电般刺向木木义的咽喉。 涅槃灵虚步! 当剑尖即将刺入咽喉的瞬间, 木木义的身形便一闪而逝, 在经过那名杀来的女弟子时, 一道血光在虚空中炸现。 下一瞬, 木木义出现在女弟子身后, 两人背身而立, 隐约可见木木义右手的下品灵器飞剑上挂着一缕血丝, 而那受魂一脉的女弟子则看着颈部不断喷泊出的血液, 她刚想伸手捂住脖子, 然而已经倒在台上弃绝身亡。 木木义没有回头, 她愣弱冰霜, 俯视下方排队想杀自己的敌人。 木木义不明则已, 以名惊人, 轻描淡写的两次出手, 便是受魂一脉两名前三百名的胎魂大圆满弟子, 毕命于剑下。 好快的剑, 杨氏皆赞我们手魂一脉, 实力可是排在一百五十名啊, 竟然被木木义这个叛徒杀了。 是啊, 这个木木义不仅背叛我们首席, 还对我们昔日同门下次狠手, 简直是措声不入, 谭云, 你想干什么? 嗖的一声, 却是盘膝而坐的谭云, 闪身出现在那开口的弟子身前, 左手猛然掐住那弟子, 将他高高举了起来。 你, 你想干干干嘛? 给老子听清楚了, 梦义是我丹麦弟子, 岂容你肆意辱骂? 谭云, 你在作甚, 给本首席放开他。 席位上的寿魂倒折豁然起身,